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已经落马 而众人关注的是他背后的大老虎江泽民的命运又将如何 国内有评论指出当年汶川地震 总理温家宝亲赴灾区却调动不了军队 错失了救援良机 真实原因是当时的军委主席胡锦涛是一个傀儡 而且两名军委副主席只听命于江泽民 关于对徐才厚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 国内核讯网站刊登评论说 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不过是大树倒下之后散掉的一只狐孙 至于大树是谁 读者都心领神会 2008年5月12号 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 中共前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表示抢救生命是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下死命令打通通往汶川的道路 但是中共军队行动迟缓 甚至以天气不好为由按兵不动 温家宝气得摔电话 说我不管 是人民养活了你们 你们看着办 徐才厚曾经掌管军队人士长达十几年 在军中培植了一般势力 当时的军权实际掌握在包括徐才厚 在内的江派高级将领手中 胡锦涛被架空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 虽然汶川情况很危急 温家宝却调不动兵 汶川地震当年年底 时任中共军委总参谋长的陈炳德 在党媒发表文章 首次揭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 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内 胡锦涛 温家宝无法调动军队赴灾区救援 在阵后的三天时间里 军方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江泽民的批准 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凌 对美国之音分析说 过去胡锦涛也想有所作为 但是叫江泽民欺负的没有办法 胡锦涛只有批准少将军衔的权限 中将以上的需由江泽民批准 辛子凌说 胡锦涛在军中说不上话 辛子凌还表示 如果江泽民继续像操控胡锦涛一样 操控现任党魁习近平 习近平怎么有所作为 习近平携太子党身份 因此敢跟江泽民叫板 那么 徐财后案件会延烧到江泽民吗 原中共中央提改委干部曹思源表示 这就要看双方力量的博弈 和习近平的决心了 都揪出来 那当然要延伸了 但是力量不够呢 那也可能就到某个阶段就为止了 这个就看发展吧 原中共国务院秘书余梅孙则表示 徐财后上游下游组成的庞大利益群体 都应该受到清算 包括那些提拔他的人 和他通过买官卖官提拔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前政治系主任冷截福表示 最近法国前总统萨尔科奇 因为涉嫌腐败被拘捕 中国也可以效仿西方民主国家 如果说假如说要是个民主征服的话 你像江泽民出了问题 那照样可以清楚嘛 可以群伸嘛 你像那个陈水平 你像那个法国的萨克奇 萨克奇是总统的 陈水平总统的 他不照样发现问题 照样送上发点吗 那江泽民也不能例外呀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那就应该像萨克奇和陈水平一样 把他送上发点进行审判 不能客气 徐才厚的落马 另一个中共军队大佬郭伯雄的丑闻 也被民众曝光 与徐才厚一样 郭伯雄也曾担任中共军委副主席 同样是江泽民的嫡系亲信 7月6号 另有民众在网路发布消息 披露2008年汶川地震时期 郭伯雄不通过中共军委决议 就在成都设立军内救灾指挥部 拒不服从救灾总指挥温家宝的命令 郭伯雄和徐才厚这两个江泽民 在军中的嫡系心腹 郭伯雄分管总餐总装 徐才厚分管总政总厚 在这两条线上贪腐敛财 郭伯雄则是依靠倒卖军火发财 看眼部队的指挥节奏 郭伯雄和徐才厚分管总装